小瑞小时候很喜欢做实验 很喜欢跟老蓝分享 像是他让乌龟 暴露在不同伎俩的辐射下 想把乌龟变成忍者龟 希望能得到老蓝的认同 老蓝就狠狠嘲笑他 这样就会让乌龟得癌症 哈哈地能哈哈 所有乌龟都会死掉哦 你好蠢好可爱哦 一起去让你的乌龟安息吧 我是MG 今天要来说阴谋办公室 就听小瑞的深深思考 如果自己不是老蓝的孩子 会不会有不同人生嘞 接耳的告诉众人 今天的任务 需要他们上月球哦 12年甘乃迪总统 做了一个到达月球的梦 原因多半是他的地球玩腻了 想体验太空爱爱的感觉 而那些抵达月球的太空人 玩得实在太嗨了 根本不想回地球 还是创造了一个国家月托邦 为了避免国际公关灾难 牵引公司召集一群演员 请来电影导演库波 假造了一趟太空人返乡的影片 月球则被分为恐怖国度 失去联系直到现在 这趟任务的目的 是月球突然传来求救讯号 月托邦的首领 要不然就是陷阱啥的 需要两名自愿者去一探究竟 小瑞一听 到太空肯定就能摆脱老蓝 实在太棒棒了 马上记下这人物 带小布大臣超高科技太空船 咻咻咻咻五分钟飞到月球上 从这里看过去的地球 跟你平常看得不太一样 是因为太空总数花大钱 休掉照片中的亚太安提斯哦 总之两人顺利见到艾德琳 在他的带领下 来到科技发达的月托邦 这里的人原本只会疯狂爱爱 但自从阿姆斯撞马上风后 一切地将这里变成科技都市 不仅创造出能治愈癌症的香烟 还因为重力的关系 让衰老过程几乎停止 会发出求救讯号 是因为电王被月球纳粹党 攻击弄坏了 需要有地球科技来帮忙修复 这时一台太空工程车 直接撞进来 小瑞一看差点吐血 竟然是老蓝偷渡进来耶 妈蛋 连在太空都不能摆脱他吗 那老蓝回来 是因为非常讨厌艾德琳 当初这家伙可是跟名字有一腿的 艾德琳也同样讨厌他 因为就是他 穿了某种艾艾病毒 给整个殖民地的人 小瑞听到这 突然灵光一闪 有没有可能他真正的父亲 其实是艾德琳勒 这个男的看起来比老蓝好一百倍 如果是真的该有多好啊 唉 因此小瑞决定了 先观察一下艾德琳 帮他修好电王后 看他表现如何 再考虑要不要印个DNA 表达自己的想法 来到电王处 小瑞轻轻松松就修好机器 得到艾德琳大力夸赞 让从没体验过 被类似父亲人物夸赞的小瑞 高兴到差点升天 另一边 老蓝也怀疑自己 有那么一点可能 不是小瑞的身父 就找来小布帮忙 三秒做出一台DNA检验机 偷了艾德琳的DNA来做检验 然后在等待检验的同时 老蓝就先带小布 去人类登陆的地方逛逛 没想到的是 竟然在这发现阿姆斯状的遗体 艾德琳明明说他死于性病啊 怎么会躺在这 头上还有颗子弹勒 艾德琳肯定是危险的杀人凶手 同一时间 小瑞越发觉得 艾德琳这么优秀的男性 一定才是亲生父亲 越来越想留下来 艾德琳也看出他有留意 跑出各种甜头 邀请他留下 小瑞想想觉得可以 就打算说出 自己可能是他女儿意识 恐怖的是 艾德琳竟然亲了上来 吓得他大吼亚没爹 也帮推开艾德琳 原来 艾德琳以为他是想当自己的朋友 听到他可能是自己的女儿时 反而露出困惑麻烦的表情 说什么希望这件事 不会影响到月球离鬼 一问才知道 原来艾德琳觉得 月球人一直活在地球的阴影下 该是时候让全球知道 月球人才是高等人 地球人都是大便 所以才骗他们来修好电网 让月球恢复移动能力 计划就是让月球离开地球轨道 这样失去潮汐的地球 将被海水淹没 小瑞为了阻止地球毁灭 只能先逃再想办法 也巧遇了找来着的老蓝等人 于是一行人就开始一场 你追我跑 你跳我逃的激烈追逐战 没有中立的生活 力量其实弱得不得了 连小步都能轻轻松松解决他们 小瑞跟老蓝则是赶到电网 迅速破坏这里的设备 老蓝也突然向他道歉说 对他眼格都是为了要激发他 让他轻出于蓝 自己真的是个垃圾 不好意思啦 这时艾德琳追了上来 将枪口指到小瑞面前 怒骂他这个叛徒 不可能是自己女儿 起来的是 掉在旁边的DNA机器 刚好检验完毕 显示艾德琳是小瑞的亲生父亲 让众人震惊到无心在战 想要躲避血缘坚定的艾德琳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冲进旁边太空船里 打算逃到别的星球去 跟你那个不相负的男朋友一样 总之事情就顺利结束了 最后小瑞等人 搭上太空船返回地球 他也突然觉得 不管谁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都没差啦 毕竟是老蓝 遭救了现在的他嘛 会把老蓝当成真正父亲的 不过说到这里 小瑞就发现 DNA检验机的装置弄翻了 重新设施一下 机器就显示 老蓝他是亲生父亲 老蓝也大言不惭说 果然如此 因为小瑞还在子宫医师 就被他动手脚 修改了些DNA 减少他的批判性之类的 那之后小瑞 还会发生什么倒霉事 就下次再说吧 这样看下来 你觉得人类登月这件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咧